富贵竹叶子发黄以后要对其进去修剪 使用消毒后的锋利剪刀将富贵竹发黄的叶片全部剪下 并用明火烧毁避免其他健康之叶发黄 而且修剪后要对伤口喷洒多菌磷药剂 帮助伤口尽快愈合 富贵竹叶子发黄可能是盆土会潮湿导致根部腐烂的缘故 此时要将富贵竹从原来的盆土中挖出 将根部腐烂的部位剪除后 重新摘种在干燥缩松的盆土中 而且摘种后要及时补水 让富贵竹适应以再环境 富贵竹叶子发黄可能是缺乏光照的缘故 此时要将其移向散光充足的环境中 让植株的叶片恢复绿色 等待富贵竹适应后 再将其移入向阳的环境中 让植株接受全日照 生长的更加旺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